歡迎收看 妳教練 我要教妳 不錯 蠻俏皮的 好奇怪喔 但是下一次可以自然一點 每天吃的東西 對 你知道自從2012年 接了這個節目之後 對啊 除了知道黃金現在是投資 沒有標題物算 營養我也藉由很多專家 老師 我開始有另外一個思維 去探討我未來的人生 我覺得也真的學到很多 因為我們兩個主持人 被迫在那時候 每一集都認真聽 真的啊 因為其實你做一定是 精神面有時候轉來轉去 不一定真的有聽到原貌 對啊 阿伯 我跟你講 阿伯 看一下 我們剛剛可樂大哥嚇一跳 以為是什麼 這樣子 因為妳算是icon 你知道嗎 婦女的icon 我吃得不錯 是真的 因為妳整個look看起來 對啊 因為對事業你看看 是很有成就 但是愛自己 然後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但事業又成功 你這樣人家都以為我 請你吃牛排 等一下請陪我 我害羞了 好多媽媽跟我講說 明明跟我差不多同年了 對啊 她多好 她50了 沒有 差30出跟你同年了 是喔 哇塞 我覺得今天我們要學 就是保養 我覺得很重要 對 所以我工作這麼忙碌 我真的不讓自己成為 黃臉婆或早康妻 所以365天 妳每天的步驟都是一樣 我是個有恆心的人 倒是真的 吃得喝得 就該吃的精力湯 該吃的營養品 今天要分享很多營養的觀念 如果 很重要 剛剛我們講的營養觀念是錯誤的 可能會害死你 沒錯 我剛剛偷看了本喔 所以精力湯有喝錯的 唉唷 不是有喝到會丟老婆 喝到三個 小心喔 所以今天有這個 有美麗藝人代表 也有專家跟我們分享 首先第一位 只要能變得美的食物 全部塞進去的美麗藝人 Lidia 你知道你都不得起的東西 就可以讓我變漂亮 以及變健康的話 我是一定想盡辦法 去嘗試的 唉唷 你已經夠美了 下一位也是美女 抱持著健康的原則 大吃大喝的可愛小女生 王子洛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子洛 大家人家想住我 我雖然很愛吃 可是我吃的都非常健康喔 唉唷 歡迎子洛 下一位皮膚比女人還好的美容 當人Sam老師 大家好 謝謝 其實呢 飲食呢 跟你的皮膚的美麗是息息相關的 如果說稍微不注意的話呢 你要留住青春的皮膚啊 是不太可能的喔 是不太可能的喔 那你現在幫我先來教大家 本來想講肉體對不對 想說 我專業的 我不行講肉體 下一位看過許多藝人亂吃出毛病的營養記者洪素卿 歡迎蔡先生 要小心喔 這一集就要認真聽 因為吃錯了營養品也會變毒品喔 那一位呢是 黑人對他又愛又近又怕對吃 充滿矛盾心的營養師 謝忻芳老師 其實什麼東西都可以吃 只是你要怎麼吃 吃的時間對不對 還有吃的方法對不對 大家其實不用那麼擔心 可是你要青春不老的話 你可能要選擇你該吃的食物囉 對 要選擇 好 要eat smartly 我最敬重的就是宜芳老師 對 他每次講什麼我都照辦 真的 麻辣鍋 你麻辣鍋還不是早吃 對啊 變的 我會照辦那個前一個小時 後一個小時 我沒辦法 我沒辦法對不起 我自己靈魂 你知道嗎 就走了 昨天我才去吃那個 港式那個打邊爐 打邊爐對不對 我沒有變麻辣的喔 對 咖哩 咖哩 然後不要吃什麼加工蚊子 長安東路那一家嗎 長安東路 那一家還不錯啦 可以啦 你看 老師覺得好吃 凱天我跟你對吃吧 可以啦 定牌對吃 對吃 一招要對吃 對 不過很多時候我們以為 自己吃了很多營養品 可是其實不一定吃對了對不對 我們先問小美女莉莉莉 之前呢 有一陣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follow到那個 就是生雞蛋很流行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說 不管拿來孵或是拿來吃 就是對身體很好 又可以養顏美容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看一個報道 說是韓國的模特兒還是什麼 他就一年他就只吃膽 生的也好 瘦的也好 他說他吃了六千顆 然後這一年 一個軍隊的量 六千顆 然後那一年他就瘦了13公斤 所以我就說 這方法也太好了 又可以漂亮 然後又可以瘦 而且蛋很好吃 對 我覺得好吃 可是生的是有一點腥味 那早上調我就會把它當蛋蜜汁一樣 打當果之後 我就覺得也還不錯 可是一直到念研究所以後 剛好我的同學是做沙門式感菌的研究 然後才知道生雞蛋是很容易 被沙門式感菌給孤染的 因為那個雞的舒染管什麼 都有可能有沙門式感菌的機身 所以即使是新鮮的蛋 你打開裡面都還是有可能有那細菌 然後嚴重一點的話 你可能會有腸胃型的食物中毒 就會上吐下泄什麼 那個代價太可怕了 所以我就大概也不敢亂說 所以要把它弄熟一點 對 一定要熟 要七分鐘以上 對 尼巴老師 那是因為蛋 外面會有一層就是說 沙門式菌感染 可是一般來說的話 你要吃比較生的蛋 你要買那個洗卷蛋 因為洗卷蛋比較安全 因為它有洗過 那其實 那來源就很重要 對 生蛋最主要的問題是 它裡面有個抗生物素的東西 所以長期吃生蛋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維他命缺乏 所以不能長期吃 偶爾吃是可以的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健身 然後他就是 因為我現在健身的話 都會提倡去買那個高蛋白粉 去吃的 有些是長肌肉 或讓肌肉變得比較強大一點 對 然後他就有一個教練跟他說 其實你可以不用吃這些東西 你只要在健身前的時候 吃香蕉就可以了 吃香蕉 對 香蕉 因為他說其實香蕉裡面的 一些熱量來源 運動員中場休息也吃香蕉 吃香蕉 然後就可以補足你一些 身體所需要的熱量 或機能性的一些功能 然後他就覺得說 這樣子非常的好 他就不要去 因為他覺得說高蛋白 那個東西有些成分 他也不知道怎麼去吃 然後怕把腎臟吃壞了等等 因為我有朋友就是吃 那吃到腎臟不好 對 就吃太多 因為想要變得更壯 然後後來我那個朋友 他就想說 好 那我就知道香蕉 結果他就去買那個台灣香蕉 很大一根那一種 這麼大根的 好好吃 大香蕉 像 大香蕉 這樣會這麼大 我只是說 我只是說 口氣 口氣 口氣不對 口氣不對 娃 娃 我是大 我強調是大香蕉 對 大香蕉 兩個是不同概念 我嚴肅一點講 只要是大香蕉 他就會吃大概三根 好多 也太多了 那如果說 他當天沒有買到這麼大根 稍微小一點的話 我就會看到他是拿五根 天啊 他就放在包包裡面 就是芭蕉了 沒有 沒有到芭蕉那麼小 就是稍微小一點 正常晒 正常晒 然後他就是吃 然後在健身的時候 就吃這個東西 結果他就連續吃 然後過沒幾天而已 他回到家是上吐下鞋 而且是 我們運動員 也是又要練肌肉的話 一定要吃蛋白質 比較多的東西 因為蛋白質才能變肌肉 那香蕉 的確是國外 有些研究認為說 運動是有幫助 可是因為香蕉 是我運動過程當中 我需要補充熱量 因為香蕉 最主要熱量是 澱粉加糖分 然後他甲離子多 所以你會有體力 因為運動是會流汗 所以你會補充甲離子 那兩個是不同的概念 要練肌肉 跟要補充那個營養的 是不同概念 那至於香蕉的話 為什麼會說吃到會吐呢 可能就是 有些人是因為腎臟有問題 那腎臟問題 如果你吃太多甲離子的話 沒有辦法所以會吐 再來就是說 他可能胃有問題 譬如說胃酸過多 是本身有些胃的問題的話 因為香蕉有時候 有些香蕉會刺激 胃酸分泌過多 所以會想吐 再來香蕉有些是 裡面含比較多的寡糖 有些吃太多的話 也容易拉肚子 那不是壞事情 也不用擔心 這個就是不敢吃香蕉 其實香蕉還是很健康 很營養的 香蕉 沒有錯 剛剛有提到精力湯 精力湯 我那一鐵兩方我是覺得不錯 我這個精力湯有沒有問題 正常人是很好 可是之前我就知道 有一個人吃出問題了 因為你自己的心力湯的配方 早期其實是安迪湯 安迪湯 就是孫安迪的 或是他的對美衣湯 什麼湯 什麼安迪湯 孫安迪教授他 安迪喔 對 真的 安迪的那個安迪 是安迪 是安迪 好嗎 好嗎 我想他國際化 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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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最早是孫安迪老師他在做 就是這個安迪湯 安迪湯他最主要 對 他最主要就是提升你的免疫功能 你知道嗎 可是有個大問題 就是說這個東西不是每個人都能喝 像之前有一個名嘴 就是我們的馬西平先生 大家都知道其實他 西平最近是你怎麼看 我喝完精力湯我就跟外星人搭上線了 這什麼神奇的湯 大家都知道他其實一直身體不是很好 有時候坐著坐著就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他應該是去年的過年的時候 就生了大病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那個時候好像有點 有一陣子流行感冒 因為農曆年不是通常都是流行感冒的時間嗎 他就流感 那流感的時候他想說來喝個免疫湯 安迪湯提升一下免疫力 結果一喝下去更嚴重 結果後來就直接住院了 太補了 後來就說 他們說這種黃奇的東西 其實你已經開始發起來的感冒 其實你不能喝的 有抵觸的 對 而且是紅斑性狼湯的體質 有肢體面醫的人絕對不能吃黃奇 要特別注意 不過今天我們來分五個迷思 來討論一下 第一個迷思是什麼呢 每天要喝八杯水 身體健康水當當 這哪是迷思本來就是這樣嗎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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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每天的罐是多喝水的觀念 喝我一天大概喝3000到4000左右的水吧 然後就喝 因為你喝水你就想要上廁所 然後等於說你膀胱變得很沒有力 我到現在都會覺得 我有時候有點尿失禁 然後有時候會一兩滴 一兩滴就很想尿 就不知道為什麼喝太多 會不會是尿到鹽 沒有 不是可能就是因為 因為你喝水你就想上廁所 然後變得好像膀胱有點武力 所以倒是像有點尿失禁 我想問老師說 像我這麼愛喝水 我應該一天要喝多少水 怎麼喝才是正確的 你尿量多不多 你尿的顏色是什麼顏色 是蛋黃呢 還是說比較幾乎變白色 還是變成比較多顏色 其實你知道你自己水喝會不會太多 你就看你的尿的顏色 如果尿顏色太淡的話 表示你水已經喝得比較過多 那如果尿顏色比較濃的話 表示你水喝不夠 其實用尿來看看 那一般來說 我們進去跟出來水 其實要一個平衡 如果喝太多水 尿不出來也是很麻煩那件事情 我有一陣子真的很愛喝水 是因為我覺得我很喜歡那個尿 尿出來的顏色是完全無色的感覺 超清的 就是我會覺得 我好像把自己的身體的廢物 都排出去了 然後有一種洗身體的感覺 就是淨化身體的感覺 所以我就那一陣子 一個小時會喝掉一瓶礦泉水 大瓶了 一小時 小瓶600CC 那我可以一個小時喝一瓶 然後一直去裝水來喝 所以其實一天喝下來 可能也是有四五公升那麼多 然後可是因為那時候是夏天 然後我就大概兩三天之後 我就開始覺得全身無力 而且我覺得頭好暈喔 然後真的是很虛很虛的感覺 然後我還以為我中暑了 因為是夏天很熱 對 然後結果我就去看醫生 然後跟醫生說 我覺得我好像中暑 然後告訴他我的症狀 他說你這樣是水中毒的現象 對 他說水喝太多 因為可能假離脂什麼之類的不平衡 所以反而會引起身體有問題 例如說心悸頭暈之類的 所以我之後就不敢再喝那麼多水 那時候等於有輕微的滴血納的情況了 因為之前有一個人就是跟你一樣 因為女生很妙 她們在減重的時候喜歡做三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大喝水 因為覺得喝水又不會餓 喝水又會漂亮 所以喝很多 就一直灌 那之前那個女生她是天天灌 那灌的情況她就少吃東西 因為要減重 所以除了水 她幾乎沒有吃太多其他的東西 然後一天就是跟植物一樣 都喝三到五千這樣拚命灌 因為她覺得我這樣就不餓 因為她一想到餓就去灌水 結果她是有一天也是跟她一模一樣 她是想說是中暑了嗎 為什麼覺得頭超暈的 而且開始有時候 她有點抽筋的感覺 她覺得不對 然後緊急送醫 然後她那時候一抽血 就發現就是低血納 然後醫生就說她真的水喝太多 有沒有補充其他 重點是她幾乎沒有補充其他食物 她就只有吃一點點東西 因為她怕胖 所以喝水這個是迷失 我那個時候有抽血 就是身體健康檢查有抽血 結果我的血流出來的顏色 跟別人都不一樣 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別人都是很深的紅色 但我的其實是 有點像被稀釋過 是鮮紅色的 不是深紅 這是比較鮮紅 比較稀的那種 她那個是叫做電解質不平和 事實上就是人在尿尿當中 會把身體的鈉離子排出去 如果說你沒有吃東西的話 鈉離子太低的話 叫低血納症 其實這很危險的 所謂水中毒 最常發生就是說 像一些運動員 夏天運動的時候 沒有補充一些 所謂電解質飲料 只是補充水的話 身體又有流很多汗的話 可能就是到時候 就是鈉太低 鈉太低叫低血納症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進行 我們喝水的時候 還是要搭配一些食物 其實喝果汁要比 就是喝 或是喝蔬菜 所以新鮮的蔬菜汁要比 喝水來的安全一點點 新鮮的蔬菜汁 不是外面賣的果菜汁 對 有時候只喝水是不行的 對 我看你一天喝一大罐那個 對 那幾瀉瀉了 這個兩千 兩千 兩千 你一天喝吃這一罐 不只啊 不只啊 這邊兩千 樓下也放兩千 四千 有時候心情好了之後 一次四千 有時候 大家是不是在外面都會常常聽到說 像有什麼蒸餾水啊 或者是說像礦泉水啊 三泉水 尤其是保養品裡面最喜歡說什麼 它是什麼阿爾卑斯山的水 它是什麼琉球的水 明明就是普林啊 對 其實這些水呢 基本上它 這些水它基本上是需要什麼 它是需要礦物質 那其實礦物質呢 對皮膚的好處就是 開始促進你細胞生長 或是讓你的細胞呢 長的時候呢 或分裂的時候呢 會比較完整的 比較好的 然後像我自己的話 我本身說 像其實一般礦泉水 它後面都會標示 你這個高級的 這是我自己平常在喝的水 因為它後面 它後面就會標礦物 有礦物質在裡面 到底是什麼食物 膽固醇會高到爆表 所有的海鮮都不能碰嗎 不見得 魚殼見得 魚殼 魚都沒問題 蝦 蝦是蟹 螃蟹 螃蟹是蟹花 橡拔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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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謂的純水 所以呢 它為什麼沒有說 因為蒸溜水 基本上它濾出來的 這個礦物質雜質都已經濾乾淨了嘛 那為什麼它裡面沒有放 很豐富的礦物質裡面進去 因為其實有些保養品 你會發現 如果說你放了一些水啊 它裡面的那種雜質 或什麼礦物含量太多的話 你會發現它容易變質 所以它會放很天然的純水下去 不過我剛一次有講到 什麼阿爾貝斯蘭什麼水什麼水 只是說它的水的純淨度會非常的好 只是說也剛剛像醫師講的 它不見得說一定是從那邊運過來的 不見得從那邊運過來 只是說它這個水 它已經有把它處理得非常的好 也是在這邊 可能在這邊裝配的 不過像Sam老師 一天喝幾瓶這種水 這個的話我是喝大概一瓶左右 所以我只是要強調說 不同的水質 它對皮膚的重要性 對 順選 對 好 我們看第二個迷思 所以顯然喝越多 不一定是好的 第二個是什麼呢 膽固醇素質過高 千萬不能吃海鮮 那就是我啊 你不能 我那時候就是膽固醇太高了 你看250幾耶 算高嗎 算高 因為要240以上就過高 我並不特別的胖 但是我這個膽固醇卻這麼的 是海鮮的關係嗎 因為我又愛吃蝦 對 蝦 然後又吃茶葉蛋 應該還是 可能是吃蝦頭那裡吧 因為吃蝦對不對 那通常膽固醇高的話呢 女生出的是說 不要吃太多膽固醇 比較高的食物之外呢 特別注意不要吃反式脂肪 還有飽和脂肪 他發覺這兩樣東西 反而是會讓膽固醇過高 可是是所有的海鮮都不能碰嗎 不見得 魚可不見得 魚都沒問題 其實蝦 蝦 蟹是蟹 螃蟹是蟹花 蝦 蝦 從內臟吃起 就是喜歡吃那種膽不成的 還有肥肉也是 對 還有反式脂肪 反式脂肪可能大家忽略掉 就是我們奶茶裡面 譬如說有奶精 奶精裡面可能就有反式脂肪 所以奶精不好 對 奶精不好 絲襪奶茶那種都不行 因為絲襪奶茶它其實是很滑嫩 一定是奶精加很多 對 我有做功課 可是可以喝鮮奶茶 鮮奶茶不是用奶精就可以 會比較安全 對 大家都在講膽固醇太高的問題 可是很多女孩子 比如說年輕女生 她們因此很多東西都不吃 所以不只是海鮮 她想說那油的也不要吃 什麼也不要吃 尤其在減肥 想說這樣漂亮 可是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滿年輕的 她就幾乎也是一減重的時候 她就這一類幾乎都不要吃 她就很清淡 每天就只有蔬菜跟什麼 結果奇怪的是她就越減肥 就是她們家人發現 這個人越減肥越悶 就幾乎都不出門這樣子 後來覺得不大對勁 送她去看病 就是她已經有點 比較輕度的憂鬱症 整個皮膚狀況也都非常不好 後來醫生檢查 就做一些血液檢查 就發現她的膽固醇非常的低 然後她就跟她說 事實上膽固醇這個東西 不是絕對壞的東西 因為她有功能性 比如說我們的一些荷爾蒙 什麼 或者一些傳遞物質需要她 因為她從很年輕 她就尤其是發育期 是不能沒有那個 她就是不吃 不吃的結果 就是她說 你包括皮膚也不好 還有她那個抑鬱症 她那個整個憂鬱 都是因為她膽固醇太低 所以她說 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把膽固醇 控制到那麼低的 她說她很離譜 她那時候去看 她說她大概才100左右而已 所以連精神方面都會影響 對 整個情緒都變得很差 因為講到膽固醇跟皮膚的影響 是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們皮膚要好 就是你細胞要健康 睡的也要薄 對 那一顆細胞 比如說這樣一個圓圓的 然後有細胞膜 細胞核 細胞膜的製造來源 主要就是膽固醇 對 就是膽固醇 所以你有適當的膽固醇 在體內是好的 而且像我們有時候 可能要去適當去曬一些太陽 膽固醇其實因為 結果脂外線合成之後 會產生維生素D 所以讓我們人體的這些維生素 是它這樣子的營養來源 而且膽固醇 它可以幫助你的皮膚 促進它所有的 像生長分裂的過程 因為像細胞 它是不是還是要分裂新的細胞 就好像媽媽在生小孩 它在生的過程 它要由膽固醇去潤滑它 它才去很好去複製出來它的原料 所以也不能說不能有膽固醇 就是適當就好 還是要膽固醇 其實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很多人都把膽固醇這件事情 歸因給雞蛋 可是事實上之前日本曾做過研究 他發現你如果是一個健康人 你不是用那些油煎的方式 而是水煮蛋的話 即使你急許連續吃一個月 它的膽固醇都不會有變化 所以要水煮蛋 它是一天是超過五顆都OK的 所以重點來了 但蛋黃沒吃吧 還是吃喔 重點他說原因是因為 他們我們很多現代人烹調雞蛋的方式 其實才是最大的問題 因為你用油去煎蛋 然後它很會吸油 那些油通常是不好的油 所以那些油才會造成你膽固醇上升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吃蛋 其實我覺得這應該要開始考慮 我去年去做身體檢查 然後竟然有很高的膽固醇 對 可是我不是很愛吃肉 怎麼會這樣 後來會因為我想要 核乾醬會不會 不是 魚子醬 不會啊 我吃茶葉蛋 有時候蛋太多了 對一下吃兩顆一下吃三顆 因為我又很喜歡吃茶葉蛋 然後又很方便 其實蛋就是膽固醇 從食物來當中 不是完全的 大概只剩三分之一是 雪中膽固醇高 其實跟食物中的關係只有三分之一 其他三分之二其實是體質的 那我可以繼續吃茶葉蛋喔 就是我忍 很忍 很忍啊 對啊 徐柳老師 我覺得你可能是本身就是 對膽固醇代謝是有一點點 跟遺傳的因素有關係 所以你可能對蛋的控制要特別注意 可能 蛋白是沒有關係 你要吃多少沒人管你 蛋黃要特別注意 蛋黃 他問題在蛋黃 那老師 痛風可以吃豆類的嗎 因為我朋友就聽信說 完全不能吃豆類 他就連豆花 豆奶 連吃個剉冰什麼 花豆 紅豆 綠豆 他都不家 他從來都不吃耶 這個問題很好 為什麼呢 被誇獎了 每次我的病人知道 痛風病人來 我給他做飲食 回家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你喜不喜歡吃豆子 沒有一個人喜歡吃豆子 喜不喜歡吃海鮮 十個有九個喜歡吃海鮮 而且喜歡吃什麼 沙巴魚 沙巴魚也是普林含量高 喜歡吃什麼 香菇 喜歡吃蘇筍 什麼魚 什麼魚 對 還有白帶魚 他們都喜歡吃這些海產類 可是不愛吃豆類 那其實豆類雖然含有普林 但是量不多 比較不會引起痛風 除非是即興發作 他才要限制豆類 我們看第三個迷思是什麼呢 水果可取代青菜 蔬果汁取代蔬果 這樣對嗎 照折 對啊 像我 吃水果 像我 因為我們像我們在那個 外面打拼的上班族 我們沒有那個媽媽可以煮菜給我們吃 所以我們其實也很難 打拼兩個字 對 也很難 也很難得吃 媽媽你給我媽媽說 媽媽請 好啦 反正就是說 我們像我們公司就是很多 我們都會訂那個 早上我們都會訂 訂一家 它是有蔬果汁跟養生湯兩種 那我都會混著喝 然後它的蔬果汁它是每天 就是每天都會有 用十種不同的水果 然後它還會 裡面也會有木樹芽 然後還有碗豆苗 然後還有 就是還有那個 什麼小黃瓜之類的打橙汁 你剛剛是對的菜單 我的 我忘記了 然後養生 像我就會混著打 然後養生湯的部分 它就會有什麼 芋香啊 加那個 鼓類的 然後攪成有點像稀飯這樣 聽起來不錯 對 可是像我不吃早餐 我就都只吃那個 然後這樣子 好像營養很棒 是不是 有些是用無辜粉 然後再加一些蔬菜 可是弄出來會很稠這樣嗎 對 很稠 它會非常稠 對 那喝到一半就要吐回去怎麼辦 其實這個還有一個 這是另外一種精力湯 就是說我說 常常有人喝精力湯 就是市面上賣這種精力湯 吃出問題 因為這種精力湯 其實依照個人體質不一樣 因為有些人真的是 如果是很寒的體質的話 就不能喝那麼多精力湯 尤其裡面有黃瓜的話更寒 可能身體會覺得太冷了 不太適合 再來就是說現在有一種精力湯 也是很危險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蔬菜生吃比較好 可是有些蔬菜也沒有洗乾淨 裡面有上了氏菌 所以吃了精力湯 就拉肚子 不要以為 其實要打精力湯 蔬菜要很乾淨 那個生吃的蔬菜 跟一般的蔬菜不一樣 所以有些人隨便 隨便就把蔬菜拿來打汁 很危險的 有瓜肉的問題 像我們喝精力湯 有些蔬菜你真的很擔心 那有沒有 有瓜牛 寄生蟲的問題 或是有沙門氏菌的問題的話 其實我認為蔬菜 稍微燙過再打會比較安全 水果的話最好能夠去皮 要洗乾淨 因為這種東西 其實你打精力湯 要很注意它的衛生 千萬不要隨便 菜市場那一攤 就買了一些蔬菜來 因為有些蔬菜裡面 可能硝酸含太多 所以硝酸含太多 其實也不健康的 可是女生是很喜歡用水果 來替代吃飯對不對 吃蔬菜不方便 一定是水果比較方便 那所以因為又聽說 就是很多專家都說 蘋果很好 蘋果有很多鐵質啊 很多維生素礦物質啊 然後我就曾經有一度 很愛吃蘋果 一天可以吃五六顆 可是我就發現 蘋果吃很多 竟然會讓我就是 將近快一個禮拜 都沒有辦法上廁所 為什麼 真的 我吃那麼多蘋果 我就想說他們到底 跑去哪都不出來耶 為什麼你吃蘋果會便祕 其實蘋果是個很好玩 它裡面的新維質 叫做果膠成分 這種果膠成分 會把你腸道裡面水分吸進去 所以說你如果吃蘋果 沒有搭配水的話 就會便祕 但是你吃一顆蘋果 搭配五排CC的水的話 你就會排便很順暢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水分 喝不夠 而且蘋果最好是連皮吃 會比較安全一點 比較好 就是說你要通面效果的話 一定要連皮吃 因為它的蘋果多酚 都在皮上面 所以連皮吃比較安全 但是如果連皮吃 不幸的吃到進口的蘋果的話 因為進口蘋果 為了要強烹的運輸 裡面會有一些抗脊菌劑 所以你要吃台灣的 因為蘋果皮 也是有一點纖維質在裡面 是好的 不過我講到吃水果這個的話 因為其實現在有很多保養品 他們也都是 會說什麼水果萃取 什麼水果萃取 果酸是不是就是水果出來的 你說什麼東西 果酸不是 對 它是水果裡面的一個蒜 體驗出來 對 一個成分出來的 像蘋果酸 檸檬酸等等 那這些新鮮水果裡面 像我們就會講到說 我們可能要打果菜汁來喝 或水果汁 不過通常你打完之後 最好在20分鐘 我是提倡在10分鐘以內 把它喝掉 因為比如說像檸檬汁好了 或者是像柳丁汁 蘋果汁 你打出來的話 可能它一氧化 它出來的 像它的維他命C 可能就是只有左旋C或右旋C 那打出來的話是右旋C 那跟一般我們所萃取出來的左旋C 又不一樣 又放在我們的保養品裡面 所以基本上呢 我會建議打出來的話 會直接趕快喝掉 或者是我會建議 直接吃新鮮的水果 那因為像我以前的話 我本身是喜歡吃蘋果的人 我跟紫肉一樣是喜歡吃蘋果 不過我很討厭削皮 因為我皮 你怕看到未來的一禮拜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真的很 不是 我真的 不是 十二點做一禮拜 對著鏡子 因為你要 因為你要一個一個去削 真的很麻煩 不能斷皮 不過我現在 因為我自從找到一個小幫手之後 我就變得非常喜歡吃蘋果 什麼小幫手 因為它只要三秒鐘 就可以削蘋果吃蘋果 就這一台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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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削任何的果皮 然後這是蘋果 然後我直接把這個蘋果中間 對不對 把它插著 然後可以數秒了 好 預備 開始 好 趕快轉下來 一秒鐘 沒有 它到下面要不要轉過來 好 開始了 開始了 好 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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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轉 你沒斷 你沒斷 你會看到 你會來 要斷嗎 祝那個上班這場吃收拾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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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好東西 然後像我們不是有吃梨子嗎 梨子 梨子不是有邊會比較凸比較凹 對 它都可以削得很平均 真的假的 這好東西 而且在哪裡買 就是在網路買到的 會嗎 這台才兩百多塊 而且它還會送你刀頭可以還 這水果斷頭台好東西 所以你看這樣子 任何水果都可以 就可以吃了 就一顆 削好的 很棒耶 所以從此之後 我就變得很喜歡吃水果 因為它真的很快 而且 而且蘋果不是有大顆跟小顆 它有這麼小的對不對 你這麼小的放進去 它也是兩秒鐘就削好 因為它這邊會有彈性 它可以超方便的 它這邊會有彈性 你這樣可以削一片一片的蘋果 這個叫什麼 沒有啊 我教了愛自己削 沒有 你再削 再削就變這樣子了 就變這樣子了 就變這樣子了 我真的當麵條吃 這個叫什麼啊 就這個叫 刀臭麵 這個叫 檢墊水果消脾氣 網路上 插麵糰進去 不就刀臭麵嗎 我真的沒試過 那老豆不要再削了 老豆刀臭麵有沒有在那邊 真的沒事 可以試試看 纖維可以預防疾病 攝取越多越好 是這樣子的嗎 來 Yumi 像我朋友啊 他長期就是 纖維攝取不足 然後後來就是導致 就是他長期便秘 然後變成滿一個 整臉都長痘痘 然後後來有一天他發現 他連就是自己的糞便 都開始很臭 然後結果後來他就覺得說 一定要看醫生去醫院檢查 發現說他大腸裡面有長息肉 然後結果醫生就驚訝他說 要把起肉割除 因為如果沒割除 就會就是起肉病變 然後變成大腸癌 好可怕 後來我聽完之後就很怕 我就想說那完蛋 我一定要趕快去 摄取很多纖維 我只要聽到食物啊 喝的什麼我都吃 纖維幫助消化 之前有一陣子工作比較忙的時候 也是都沒有時間 就是吃正常吃水果吃豬菜 然後我有一個禮拜 就都沒有上廁所 但我也不以為意 直到有一天早上起勞肚子 就腳痛 然後是那種冒汗的腳痛 然後痛了大概三四個小時 他都不好 一直到我沒有辦法 我只好有去醫院急診 然後是痛到還要打止痛針 結果醫生在幫我一照 就說你滿肚子大便 對 就很慘 然後就變成還要去灌腸什麼 所以後來我就會很快吃纖維 因為我還是沒有時間說 吃新鮮的蔬菜水果 所以我就去國外買那種大罐的 它裡面是纖維錠 然後是纖維粉 我就瘋狂的各式各樣纖維的健康食品 我都會買來吃 可是我發現這樣子吃 好像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有的時候反而會覺得胃脹脹 這樣對嗎 宜巴老師 吃纖維要搭配血 如果沒有血的話也是會脹 其實我剛才講過 急診有兩種人特別多 第一個就是腳痛的人 第二個就是肚子痛 為什麼肚子痛 只要女生肚子痛到急診 通常醫生會問兩件事 第一個你月經有沒有來 第二個你排便順不順暢 這兩個問題解決其實就沒問題了 就很多女生就是因為肚子痛到急診 男生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肚子裡面太多便便 男生不是因為經來了 對 可是肚子都太多便便 我們連穿上太多了 七少年都是這樣子 男生肚子痛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裡面肚子都是大便 所以就是一定要就是灌腸 所以我們急診常會碰到這種Case 通常都是跟什麼有關係 跟我們排便習慣不良有關係 我們光是 因為纖維質有時候會把我們 腸道裡面水分吸下去 吸下去反而排便更困難 所以是纖維一定要搭配水 像尤其外面賣很多高鮮的粉 如果說你沒有搭配足夠的水分的話 它會在你腸道變成一個個結石 那些結石一塊其實會容易煮塞 其實不行的 這等於會結石一塊一塊 結石一塊一塊 為什麼說有些老人家吃柿子 有沒有 老人家喜歡吃柿子 可是要最後常煮塞 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喝足夠的水 用水去沖一下 對 要水去沖 所以那個營養食品什麼 蔬菜粉什麼 也一樣要喝水 不喝水不行 尤其有一陣流行那個什麼 洋車前子的殼 就是你知道那個東西 因為它一吸會吸水 吸太多 然後很多女生 甚至有時候減肥的藥 都會搭配那個賣女 然後就是讓你排便更順暢 可是有些女生就想說 不要給它泡那麼滿 就是用一點點 就會喝下去真的不會排便 可是我之前聽到一個更慘烈的 就有一陣子不是流行地瓜嗎 然後他們就覺得地瓜非常好 而且都會說地瓜要連皮吃 結果一個婆婆 她就是很認真地連皮吃了好幾天 然後一天都吃很多 結果也是肚子痛的藥匙送去醫院 也是跟怡方講的一樣 就是裡面都是 整個它已經在裡面 變成纖維簡純 一球一球 完全變成腸阻塞 好 我們看第五個迷思是什麼呢 晚上嘴殘吃宵夜 保證一定會發胖 真的 晚上吃 吃飽就睡 Lily 我覺得屢四不爽 像我是不容易 真的我是不容易胖的人 可是因為我很好命 我住的地方 剛好就是有寧夏夜市 跟延山夜市 都有很多好 真的 真的 而且我們常常在熬夜 趕茄子 只要我一熬夜肚子餓 我就會跑去 因為很近 走去就買了七次 然後那一時間 那一個月 我記得有一次 為了趕茄子趕了一個月 我每天這樣子餓了就吃 我胖到四到五公斤 我很不容易胖的人 一定胖 真的 宵夜這樣吃下去 溫脂 可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我也是 吃不胖嗎 我是算吃不胖 但是還是會胖 可是我覺得有個吃法 我真的很放棄的吃 然後完全不會長肉 就是晚上很餓的時候 我吃小夜 我會選擇吃滷味 滷味 滷味 沒有 我真的覺得滷味不會胖 是加熱的 在滷湯裡面滷的那種 然後你如果都點 怎麼會你如果都點青菜 然後或者是蘿蔔 然後木耳之類的 青菜類 比鹽酥雞好多了 我覺得它其實很健康 吃完再挖土 而且我不會覺得它 它不會那個 也沒有什麼油 所以應該是熱量很低 隔天會水腫嗎 會嗎 比較鹹 會有一點嗎 對 鹹 水腫 如果像San老師說 連湯喝的話就會 對 連湯喝當然會水腫 因為太鹹了 不過講到那種失效 其實都關於什麼 大家女生最在乎 就是身材的問題 那就是很害怕身材走樣 而且其實人的身體機能 它是一個有生理性的 比如說像白天 大概九點十點左右 一直到下午五六點 人體的生理的脂肪呢 它是怎樣 它是在燃燒的 它是自己會去燃燒 因為我們都一直在動嘛 一直在作息這樣子 然後大概晚上五六點 到晚上九點到九點半左右 這個時間呢 脂肪是休息的 它是在休息的 然後九點半十點到 然後一直到隔天早上六七點 這一段時間呢 是脂肪在幹嘛 它是在囤積的時候 等於說它是在聚集 它在吸收 它在囤積 結果你在吃東西 對 那其實跟我們皮膚也是有關係 因為我們是不是常聽到說 晚上十一點過後 到凌晨四五點左右 是皮膚最佳的黃金修護期 對不對 那這時候我的皮膚 可能一整天外在的自由 記得是氫害啊等等啊 或是陽光曬等等 我到晚上的時候 我是不是皮膚 要給自己做修護修補 問題是我晚上又吃了那麼多食物 進去之後 我的真理機能會亂掉 他會想說我到底是要去 囤積我的脂肪呢 還是說我要把一點能量 剝來讓我修復細胞呢 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所以你吃太多的時候 他反而會很快速的 把這些脂肪細胞怎樣 吸收進來吸收進來 因為他要趕快去做他下一件事情 所以有人常常說 吃太多蝦腰會變胖之外 或者是常熬夜的人 皮膚會變不好 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的肌能已經整個亂變了 但是如果一定要吃的話 頂不住的話 怎麼吃呢 就剛才講過 紫若說的那個蔬菜是最安全 100卡以下 這個倒是國外有個研究 非常有趣 因為最近有個叫夜市消夜症候群 國外一個新的名詞 新的病叫消夜症候群 發覺有些人 白天都不怎麼吃 可是到晚上拚命吃 一定要吃消夜 不吃消夜不行 發覺這些人有個特色 情緒容易憂鬱症 然後會怎麼樣 然後血脂肪會高 然後會肥胖 然後可能像這些人的話 可能需要求助精神科醫師 這是算一個精神科方面的一些問題 這麼嚴重 就是有些人是不吃消夜睡不著的人 當然有個研究也很有趣 他法國做個研究 你同樣一個東西 你白天吃跟晚上吃是怎麼樣 白天吃的話 你可能就是不會胖 可是晚上吃的話 他發覺會怎麼樣 會囤積脂肪 就跟剛剛Sam講的道理一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能夠吃的話 盡量在白天吃 盡量不要在晚上吃 如果晚上真的非吃不可的話 我們選擇熱量很低的 所以我覺得最安全的話 就是蔬菜 其實是最安全 而且是煮過的蔬菜 蔬菜要洗很麻煩 你太時尚了吧 這我早上才剛切的 你剛剛才切的 蔬菜 小黃瓜 然後這個是紅蘿蔔 不過這是乾淨有機的 這樣吃好不好 然後等一下 這時尚趴才有的 不過我自己有調了這一個 這個是沙拉加芥末 這是鹹的 不過當然 當然不可能吃太多沙拉 因為不會胖 也會胖 對 像我自己都是 老師你不要沾一點 沾一點 對 你自己調的 對 我自己調的 好吃嗎 好吃啊 沙拉加芥末 好吃嗎 真的嗎 然後這一個呢 如果說不喜歡吃鹹的話 我就會調這個 這個是橙汁醬 就是沙拉加柳橘 好吃你又退又走過去 剛剛那是鹹的對不對 這也是比較甜的 因為它裡面是新鮮柳橘汁 然後加進去的 沙拉醬加柳橘 可以嗎 甜的比較好吃 兩種不一樣 我再加一個 紅蘿蔔了 可是宵夜吃沙拉醬 不就成了嗎 不是 不是 我的吃法是怎麼 你知道嗎 你要看著他吃 他會變吐掉 我的吃法是直接呢 用一個刷子 然後輕輕的把這一根刷上來 讓它有一點味道就好 用刷 老師沾了醬 他把它拌一拌 吃沒沾醬 老師吃一口沒關係 吃的 吃的 來 咖啡 所以宵夜吃這個 沒有 我平常就是會吃這個 就是當零嘴 因為很多人喜歡吃零嘴 對啦 這個蘿蔔好吃 好吃耶 那如果這個不行的話 我還有一個這個方法 這個就是全部都是五穀的 全麥 全穀類的 這是什麼 它直接沖泡就可以了 代餐的那種 對 這在哪裡買 它這個也是在生肌飲食店買的 真的 然後它我已經有泡好了這邊 它裡面就是有 唉唷 講這樣子喔 對 它裡面有二三十種水果 然後還有大麥 五穀類 大概加起來有快六十種 齊卡呢 然後全部四十三 這麼大美食 營養的 對 四十三 宵夜吃什麼最好 營養代餐 黑人嗆著喝 我給人家打沒關係 你大名的生肌食 我來 OK 全部都是五穀的 全麥 全穀類的 為什麼 它直接沖泡就可以了 代餐的那種 代餐 是在哪裡買 它這個也是在生肌飲食店買的 真的 它我已經有泡好了這邊 它裡面就是有 唉唷 講這樣子喔 對 它裡面有二三十種水果 然後還有大麥 五穀類 大概加起來快六十種 齊卡呢 然後全部 四十三 這麼大美食 營養的 對 四十三 而且它說實在沒有到很好喝 不過也沒有到不好喝 沒有很好喝 沒有很好喝 因為它最主要就是以油 要攪一攪拌 有一點點 我真的沒有味道 它沉澱在下面 你說沒有很好喝 等一下 你先攪拌一下 它感覺沉澱在下面 很好啦 味道聞起來還OK 老師 你要試喝那個 它要喝熱的 熱的 溫的都可以 它說沒有很好喝 但也不要說不好喝 很難喝 我不愛 沒有沒有沒有 不會到難喝 它就很 就平平的感覺 我試試看好了 來試試看 你比較準啦 因為我也是不好喝 最主要它是可以補充營養 而且它會有飽足感 我說不好 我給人家打沒關係 你大名聲不行 我來 OK 真的 這個都砸補習班而已 對 我能接受啦 你來我來 對啊 所以每個人的口感 會不太 我給你了 沒關係 我還只會不小心 你兒子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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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米喔 跟蘿蔔要60塊 可以喝啦 這麼小而已啊 好喝 還是給你喝 我就說提口聲不會按到 我覺得不到難以下咽的地步 對 所以我說它沒有到 非常好喝 如果我喝我要加 我要加兩個奶精 我覺得就好 可以啊 奶精 奶精 好不見家 你看一發那個什麼臉 真的 蕭玥真的想吃的話 我到底建議大家吃一種關東煮 關東煮裡面有什麼 有白蘿蔔 可以 或蒟蒻都OK 山藥啊 對 另外就是大安路 你說夜市旁 你買那水果攤旁邊 它有加那個鹽水雞 我發覺鹽水雞旁邊 現在最有一樣東西 就是煮青菜 那個燙青菜 我發覺一些小女生有沒有 就買些燙花椰菜啦 或是高麗菜 然後用燙的方式 然後加點那個乳汁下去 直接吃 我覺得那也是比較健康的方法 對嘛 其實我只是推薦給那種 上班族晚上通宵 沒辦法出去 必須要補一點 就要補一點 然後又可以稍微 讓自己有營養的泡足蛋這樣 也是很好的選擇 還內咬牙加班的時候 這樣照著啊 泡一杯43卡而已 對 43卡而已 OK 好 我今天講話說